嘿 這裡會分享音樂還有登山的事 歡迎訂閱跟追蹤喔 嗨 我是葉佳蓁 今天來到的是高雄柴山 預計前往的點是泰國古漢 一臉幽夢 從北壽山登山口出發 依序經過盤榮 雅座 泰國虎根 一臉幽夢 這依據指示牌往龍門亭的方向前進 抵達龍門亭後會有一個岔路口 這次為了體驗我腳上的這雙 達赫斯坦3D針織超清中筒防水健行鞋 這時候我們往左邊走被好漢破上山 從這裡開始就沒有步道 而是表面有些光滑的珊瑚礁地形 因為很多人走的關係 把珊瑚礁的表面都抹得很光滑 而這次穿的是來自奧地利品牌的 達赫斯坦GOTEC 3D針織超清中筒防水健行鞋 他們家的品牌都是以輕量科技著稱的 因為它的鞋面採用3D針織技術 相較於其他的鞋款算是非常輕量的 在鞋底方面是採用橡膠大底 中深度刻痕 其刻痕深的特性可以抓住珊瑚礁地面 而在光滑的表面上也不易打花 接下來會到一個地圖點 我們現在在這 然後呢我們待會會一直走走走走走到盤容 然後再到雅座 然後最後再去泰國谷 然後再回來下山 那目前就先往中心亭的方向了 走走 欸啊我和波爬起來會有點喘 尤其面對高雄這麼炎熱的環境 常常走著走著就會有一種早醉瘦的感覺 就覺得啊早上我就在家裡睡覺就好了 不過我自己是蠻喜歡走這一段的 因為人比較少的關係 在心境上也會輕鬆許多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展望可以看 雖然我對都市的景色真的一點興趣也沒有啊 接下來會遇到岔路 我們先往左走 走到這裡就代表已經快到盤容了 上次走到這裡還看到有人掉到床在睡覺 就蠻愜意的 夏天的柴山經常有樣蟲 聽醒大家一定要穿長袖長褲 不然被盯到嚴重的話 是有可能會死亡的 最後一個岔路口我們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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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終於抵達第一個停靠站 盤容 這裡是盤容鳳茶站 有開水賣茶還有清炒茶等等的 這邊的水都是柴山鳳茶隊辛苦備上來的 大家記得不要浪費 帶自己的杯子也比較環保喔 休息完之後要往蓮花洞的方向前往亞座 這邊開始就是完善的步道了 相較於前段的好漢坡 這邊根本是天堂 但彩山雖然有很多猴子 以至於不能吃東西這個壞處 但它的優點就是有非常多樹蔭遮蔽 所以在爬的過程中不必一直被陽光曝曬 這點還蠻好的 抵達雅座了 這裡是柴山的最高點 也有觀景台可以看見 而柴山的鳳茶除了剛剛經過的盤容之外 這裡的雅座也有 整個柴山呢 就屬盤容、雅座、淒滿 這三個地方有鳳茶 可以說是柴山的特色之一 接下來往中心亭的方向 朝泰國谷前進 遇到岔路往侯區亭 喔這次我超幸運的 以前看影片的時候 就知道柴山是有山腔的 但就是不太容易被看見 今天終於被我看到啦 雖然它有點遠 以至於我拍的不是很清楚 但看到的剎那 其實還是非常興奮的 就終於不是猴子 在我眼前的是山腔 超爽 泰國谷是稍微沒注意就會錯過的景點 大家可以在走路的過程中 留意一下C1-20的牌子 這裡就是泰國谷 是柴山最大的天然石灰岩裂谷 壯觀的岩壁吸引 很多人會來這邊拍照留念 再往裡面走就會看到 一臉幽猛 由榕樹的氣跟垂下而組成的 一絲一絲的看起來很夢幻 每次來到這邊都覺得 有一種神秘感 建議這邊要挑中午陽光 灑進來的時候 拍照會比較好看 而這次穿的達赫斯坦健行鞋 在穿搭上也非常的加分 以低調的藍色來裝橘色 並設有一些針織線條的設計感 相較於其他的登山健行鞋 我覺得它在外觀的呈現上是非常亮眼的 以上就是這次走財山的泰國谷 還有一連幽猛的行程 那財山整體而言的步道規劃都是非常完善的 還有它的指數也非常的清楚 就推薦大家無聊或者是悠閒的時候可以都上山走走啦 另外呢今天是我這次穿這雙達赫斯坦的健行鞋上山 那在舒適度的方面我自己是非常滿意的 因為在高雄比較悶熱的天氣來說 如果你穿著一些比較不透氣的鞋子的話 那你回到家其實你的腳會滿容易發出一些臭臭的味道 然後你的腳也很容易感到比較濕比較悶 但穿著這雙鞋子上山回家後並沒有這個感覺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它表面上是比較透氣的材質 然後它的鞋墊也是才去透氣還有吸汗跟防臭等等的 所以就讓我在腳的方面過得還滿舒適的 在這麼悶熱的狀態下腳也能保持著乾爽 這點我是自己非常喜歡的 喔然後另外就是這雙鞋子還有GOTEX的放碎層 所以如果是在雨天行走的話也不用怕腳會濕濕的 另外因為這雙鞋子重量很輕的關係 所以我整體走完之後我覺得步伐是快步許多的 而且就是走起來也比較愜意 就不會這麼的笨重 那我這次是穿男款的因為我腳太大了 那男款的顏色搭配是以灰藍色跟橘色 那女款的則是粉紅色 我覺得它是一雙在都市跟山裡之間都很適合用來行走 還有穿搭的鞋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希望這次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掰